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子西 现在大家能听到老师的声音和看到画面的话 给老师抠个1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设备 如果设备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Hello 大家晚上好 那现在声音和画面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我们这节课程呢 是开始随习我们的必备模型 及其应用的这一个模块 正如大家现在听到 老师的声音 实际上呢 我是猴子西老师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模块当中的七节课程 将由我来带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么这七节课程 主要包括哪些呢 一个是我们的模型 模型部分的学习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的VBA 有两节课程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最后一节 综合练习的课程 一共七节课程 好 在学习第24节课程之前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默默老师上节课程 带大家一起来学习的这一个部分 是我们的Power Query的这一个部分 Power Query呢 它实际上非常的强大 所以呢 你要用好 它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数据分析当中 Power Query 它的使用出场率还是非常高的 好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上节课程 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哪些内容 一个是我们的替换 替换有哪些呢 包括我们经常去替换这一个某一个值 具体的值 以及替换它的错误值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呢 是它的格式 格式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说的大小写呀 变成大写 变成小写 这个直接在这个Power Query当中 你去操作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删除一些 非打印的字符 比如说回车呀 等等 可以直接去进行删除 第三个呢 就可以去添加一个就是前缀 或者说添加后缀等等 好 这个是格式上面的问题 第三个呢 是提取 比如说我们提取一下 这个文本的长度有多长 直接使用Learn也是可以的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左提取一部分数值 或者右提取等等 这些呢 提取的功能 那第三个呢 就是数学的运算 数学运算 比如说加减乘除 肯定是减必要的 对吧 数学运算符号里边 还有取鱼呀 手鱼呀 等等这些呢 都在我们的数学运算这里边 那这个是这边 接下来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统计信息 比如说求和 求平均值 求中位数 求最大值 求最小值 都在这个统计信息里边 以及我们的日期 时间日期函数 它的这一些个功能呢 比如说我们要提取某一年的数值 或者提取月份 提取某某某多少天 就相隔了多少天 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一个 日期时间 这一部分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是合并查询 合并查询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以及我们经常经常会用到 这个功能 主要就是两种表格之间 它的这六种关系 两个表格之间的关系 它一共就六种关系 所以呢 它这六种关系都在这里边了 好 第八个呢 就是透视与逆透视 这个部分当中呢 主要是将我们的数据 从一维转变成二维 从二维转变成一维 它经常用到的这一个透视 与逆透视这一部分 好 那接下来第九个呢 就是带大家具体的操作了 我们的豆瓣电影分析 使用数据呢 去看一看电影的古今中外史 OK 那这个呢 是我们上节课程 莫莫老师带大家来学习的 这一个部分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所遗忘的话 可以及时的去看回放 去补一下我们 哪一部分是比较薄弱的 那么这节课程呢 我们即将来学习 我们的一元线性回归 在这之前呢 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 比如说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一元它实际上呢 就是相当于是只有一个变量的意思 那么线性是什么意思呢 线性实际上就是一条直线的意思 就叫线性 好 回归是什么 就是本节课程当中 所要讲解的重点 讲解的内容 这个回归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元线性回归当中 我们会学习到哪些内容 一个是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 变量之间都有哪些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相关关系当中 跟我们的回归分析之间 有哪些区别 或者说有哪些联系跟区别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模型 一元线性回归 它的模型长什么样的 好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的使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进行模型的估计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的拟合优度 第六个呢 就是显著性检验 当然这些名词 大家听起来非常的陌生 学完这几课程之后呢 就能够知道 它所表达的含义 到底是什么了 好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变量间的关系都有哪些 它实际上有两种关系 一种是我们的函数关系 另外一种是相关关系 那么函数关系实际上 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的了解了 这个就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就是你给我一个值 我能知道你另外一个值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 这一个圆的面积S 跟它的半径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表达式来表示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 就是你只要给我一个半径 我就能够知道这个圆的面积是什么 就是只知道半径 它就能够知道圆的面积是什么 这个呢 就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另外一个就比如说 我们的销售额跟销售量之间的关系 如果这个单价是确定的 那么我只需要知道这一个销售额 我就能 我知道这个销售额 我就能够去计算出它的这一个 知道它的这一个销售量 就能计算出它的销售额 根据这一个公式来进行计算 它这些呢 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那么除了这一种函数 一一对应的关系以外 我们还知道哪些关系呢 另外一个就是相关关系 相关关系它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就是变量之间的关系 不能用函数精确的表达 也就是不能够一一对应起来的关系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比如说身高 我们子女这一辈的身高 是不是跟父辈的那一辈身高有关系呀 就是跟你的父母亲的身高 可能会有关系 但是又不完全决定了你的身高 对不对 这个呢 一个是身高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收入水平 跟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 这一个关系就比如说 在这里面 收入水平一样的家庭当中 他们的这一个受教育程度会一样吗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又或者说受教育程度一样的这一批人 那么他的收入水平是一样的吗 也未必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俩之间可能会存在着某种关系 可能是收入水平更高的家庭 他的受教育程度可能更高 就是我不完全决定你 但是我跟你之间又有一定的关系 再比如我们的商品销售额之间 跟这个广告费用的支出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个广告费用支出的越高 他可能这一个商品的销售额就会更高 但是一定更高吗 不一定 对吧 就是这一种关系 好 那接下来大家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关于相关关系的例子 举一个比如说电商行业的相关关系的例子 大家来写思考一下 就是他们俩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但是又有关系 有这么一种相关关系 大家来思考一下 有关于相关关系的 我们电商行业的这么多指标当中 或者说我们的经常使用的日常生活当中 接触到的有相关关系的这一些个例子 好 大家没有回答 没有看到大家的回答 那接下来呢 我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去某一个网店 或者说去淘宝上面的某一个店 去搜索一些的产品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去根据这一个产品的浏览量 去预测一下 去看一下 它跟下单量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浏览的浏览量越多 它的下单量可能就越多 或者说它的家用购物车的数量越多 那它下单的量就越多 所以呢 这之间肯定是存在着一些关系的 我们如何对这些关系去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比如公众号当中的一些阅读量是不是 阅读量跟你的点赞量可能会有关系 阅读量越高 可能点赞量就越高 或者说阅读量越高 可能跟你转发的这一个转发次数 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并不能说有一千的阅读量 就能有100个点赞 对吧 这个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这么一种关系 ok 这一个部分大家能听懂吗 能跟上吗 ok 这一个部分大家能跟上吗 关于相关关系的这一个部分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这一个部分 就是他们俩之间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但又并不是完全决定的这么一种关系 叫相关的关系 好 那么相关关系当中 它会分为两种相关关系 大家来看一下 一种是我们的线性关系 另外一种就是非线性的关系 这个点非常的关键 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 我们这节课程当中需要去进行区分 线性关系当中实际上就是指 比如说我们这些个散点当中 我来点一下这个图 这些散点当中呢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先不要看这一条线 你只看这一个又一个的点 这一个又一个的点 然后大家会看到一些规律 什么规律呢 它可能就是围绕在这一条直线上面的 这一些点 它都围绕在这一条直线上的 是这些点当中 它们实际上是有一个线性的关系 就是一条能用一条直线来进行描述的 这么一种散点之间的关系 OK这个叫线性关系 当然这条线并不一定就只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它可以是比如说我们更平一些的直线 或者说更垂直一些直线 这些呢都称为线性关系 它都称为线性关系 好第二个呢就是这些点当中 它并不都在一条直线上 就是它大致上面有这么一个趋势 有这样的一种趋势 就是一个变量 这一个变量在不断增大的时候 另外一个变量也在不断的增大 就是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同步的关系 就是我在不断增大的同时 你也在不断的增大 比如说我广告费 投入的越多 可能我的销售的这一个收入额 可能会更多一些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个去做推广 那么你投入的这一个推广的内容当中 你投入的这一个费用高的话 那你推广的这个产品当中 大家去购买的这一个是不是就更多了呀 就是一个变量之间 它们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关系 就是一个变量在增大的时候 另外一个变量也在增大 那这一种关系也能用一条直线当中 近似的去进行描述它们 那这一个也称为我们的线线关系 那么非线线关系是什么 就是它们并不呈现一条直线的方式 而是比如说这样的一种方式 先增后减 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一个 这一个3NX之间的变量 它们可能是长这样的一种趋势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种呢就成为非线线的关系 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不呈现一条直线的方式 就是不是一条直线的方式 那它就称为一个非线性的关系 线性就是直线的意思 就是称为线性的这一种关系 那么对于线性关系当中 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它的正线性相关 一种是它的负线性相关 我们这节课程当中呢 主要来学习线性关系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来研究它 主要来研究它 那它实际上会有一个是正的线性相关 一个是负的线性相关 那么我们来区分一下 什么是正的线性相关 好 还来到这一个图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在这一个完全线性相关当中 就是它们完全的在这一条直线上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个函数关系 它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就是都在这一条直线上了 都在这一条直线上了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函数关系 函数关系 我们就称它为完全的正相关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变量在增大 另外一个变量也在增大的 这么一个过程 并且都在同一条直线上来进行描述它 这个时候呢 就说它是一个正的线性关系 并且是完全的正线性相关 好 另外一个就跟它相反着来 就是一个变量在增加 另外一个变量实际上是在减少的 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我增大 你反而减少了这么一个过程 好 那就这个部分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负的线性相关关系 是一个负的线性相关关系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正线性相关 这个时候并没有完全的正线性相关 这个时候就非常好理解了 比如说 父辈的身高跟子女这一辈的身高之间的关系 它们之间会有影响 但是又不完全决定 就这么一种关系 就是一个变量在增大 另外一个变量可能在 也在增大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呢 又不是同步的增大 这个时候呢 就称为正的线性相关 正的线性相关 就是大致上会围绕在这一个区域当中 会围绕在这一个区域当中 那么同样的道理 另外一个是负性相关 就是它围绕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 在一个变量增大的时候 另外一个变量在减少的这么一个过程 OK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相关关系的类型 那么 它们俩之间有相关性 我们能够通过散点图来看得出来 对不对 我们直接用散点图 能够去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OK 用散点图是能够去描述两个变量之间 它们俩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想要去了解一下 就是比如说这一个变量之间 在这两个变量之间 我怎么知道谁 它们俩之间就是哪一个 哪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更强 就是谁更强一些 谁知这两个变量 比如说前面是第一种关系 下面是第二种关系 这两种关系当中 我怎么知道哪一种线性相关更强一些呢 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出来是因为 有一个变量之间 它们是完全在一条直线上的 所以说我们能够从右眼当中看出来 谁的线性关系更强 就明显是第一种 对吧 它就完全在一条直线上同步增长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如果有很多散点 它们又不同步 但是呢 又呈现正的线性相关的时候 我们来怎么来衡量 它们这一个相关关系的程度 或者说强度 如何来进行衡量呢 这就需要我们用数字的方式去进行衡量 去测度一下 它们俩之间的关系强度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得引入我们的相关系数了 这个时候就叫相关关系的测度 使用的是我们的相关系数来进行测度 OK 这个相关系数呢 它就是使用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强度 来进行测度的 这个公式呢 就给大家放在这里面 这个公式就给大家放在里面 这个时候 这个公式不需要去推导 大家也不用去记得 但是你要知道 它是 它表示的是我们的线 线性关系 也叫相关关系 我叫它相关系数都可以 这个 它只需要了解一下 这个就只是去计算我们的这一个线性的关系 如果这个系数等于零的话 一会儿大家会发现 它并不是没有关系 这个是只是衡量线性相关系数 在这里面 它就称为线性相关系数 也称为皮尔森相关系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比如说两个变量之间 它们之间有关系 那么我们怎么来进行计算的 使用这一个公式来进行计算 好 首先大家来打开一下今天的这一个课堂练习 在这里面呢 给了一个就是一个是收入 一个是储蓄额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个个人的收入来看一看 来预测一下它的储蓄额 大概会有多少 就这么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收入对储蓄额肯定是有影响的对不对 但是呢又不完全决定这一个储蓄额到底是多少 所以呢 它们两之间是存在着线性 就存在着相关关系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画一张就是它们的散点图来看一下它们大致呈现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好 我选中这两列 然后在这个插入这里边找到散点图 好 我们大致上面实际上是能够看得出来 它们两之间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线性关系 OK 它就大体上呈现这样的一种一组关系 对吧 就是一个变量在增大的时候 比如说它的这一个收入在增加的时候 那么它的储蓄额实际上也是在增加的 这两个变量之间有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么它的相关关系到底有多强呢 我们使用刚才的这一个公式来进行计算一下 刚才的公式我给大家粘在这里边 好 这个是刚才的这一个公式 我们来计算一下 就是这一个收入跟储蓄额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求和符号 对不对 有很多的 这一个sigma就叫求和符号 那么我们先对它来进行一个求和 比如说我们把这一个收入 令成我们的这一个x变量 根据收入呢 去预测一下我们的 一变量y 把这个命名成为y变量 一个是x变量 一个是y变量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比如说我们一会会用到x乘y的值 对吧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xy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x方的值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y方的值 OK 一会再计算这一个相关系数的时候会用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里面先来乘一下 比如说这一个x乘以y y乘以y所对应的值 这两个值呢 我们先来乘一下 我放大一些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一个是x方 就是等于收入的平方 就成为x方 收入的平方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的y方 它就等于储蓄额的平方 我们先来计算一下 好 选中 然后双击 好 来到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一个公式 那么接下来呢 它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求和 所以我在这里面 对它去进行一个求和 首先是对这一个收入 这一个x当中去进行求和 实际上使用out加 这一个符号也是可以的 好 我选中这一列来进行求和 那么接下来呢 向右拉 求和完之后呢 我们来计算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相关系数 首先来计算 相关系数 它怎么来计算呢 就是得根据这一个公式 哎 这一个公式来进行计算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等于什么 首先我们把分子的这一个部分 用括号来扩起来 分子的这一个部分 N呢就代表这一个N就代表我们的样本的个数 这个个数呢 这里面有写一个ID 就是一共有60个 因为我们调查的这个 比如说调查了60位用户 他的一个收入情况 他的年收入情况 跟他的储蓄额之间的这么一个一种关系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呢 就是他一共调查了多少户 这个N就等于60 乘以 乘以什么呢 Sigmaxy 就是相当于 先X乘以Y 再对X乘以Y之后进行求和 就这一个数值 OK 那乘以Sigmaxy 减去 X的和乘以Y的和 减去这个X的和乘以Y的和 OK 这个呢 是分子的这一个部分 那么分母的这一个部分 等于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笔上分母的这一个部分 根号呢 使用的是SQRT 对不对 根号下 这一个N等于60乘以 X方的和 这个是X方的和 然后再减去 X核的平方 X核的平方 OK 括号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再乘上 这个时候多了一个括号 在这里面 再乘上SQRT 我们的Y方的60乘以Y方的和在这儿 然后呢 减去Y的平方 Y的和的平方 减去和的平方 好 回车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计算出来的相关系数 就根据这一个公式来进行计算 但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了解 只需要你只需要知道这一个公式 它就是计算相关系数的就好 下一次见到它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R 它代表的是我们的相关系数 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在一下当中 它当然不只有这一种方式 来求我们的这一个相关系数的 这么计算的话 还是非常的麻烦的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皮尔森相关系数 对不对 直接使用它来进行计算 那直接就等于皮尔森相关系数就好了 皮尔森就是第一个 这个呢 就叫皮尔森相关系数 然后你把这一个变量放进去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自变量 X的这一个位置 这个是X 那么这个是变量Y 我们把它都选中 好 这个呢就是用公式来进行计算一下 它们两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值 那么有了这一个相关系数之后 但它表示的是什么 又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计算出来的 这一个对应的值 那么这个值到底有哪些含义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首先这一个值 它的取值范围是在负1到1之间 那么它的绝对值等于1的这么一种情况的时候 它会分为两种 一个是直接等于1的这么一种情况 就说明它是一个完全的正相关 就是刚才的那一条线上面 完全在一条直线上 这一些个点直接打到这一条线上 那它就是R值会等于1 另外一个就是R值等于负1的时候 就是完全的负相关 就我们刚才的第二张图片当中的完全负相关 就这么一种就一回事 好 接下来呢 第二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等于0的时候 它们之间是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的 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是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注意一下这个线性 也就是说明 这一个R值等于0的时候 它可能有关系 但是它一定不是线性关系 有可能是非线性关系 就是R等于0的时候 它并不能说明 它们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关系 你只能说明 它们两之间是没有线性关系 不能够说明 它们两之间没有关系 因为它可能存在着非线性相关 就这么一回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它在负1到0之间 就说明它是一个负相关 如果它在0到1之间 就是一个正相关 并且它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这个趋势就是越趋近于两端 那么它们两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 这么说呢 可能比较抽象 我们结合图表来说明一下 首先呢 就是这一个这一段 因为它整体呢 是从负1到1的 所有的取值都在01之间 所有的取值都在01之间 那么接下来呢 在这里面 它等于0的时候 是一个无线性关系的 就是没有线性相关关系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它只要从0到1的这么一个过程 从0到1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里边就称为它的正线性相关 就正的相关关系 而从0到负1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它就称为负相关 并且它越趋近于这两头 它的关系程度就越密切 OK 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关系 学完之后 我们来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一个类型当中 所对应的这一个R值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首先在 在这一个图表当中 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一个R值 它的相关系数R 应该等于多少呀 完全的正线性相关关系当中 它的这一个R值 应该等于多少呢 对 它就是等于1 在这里面呢 它的这一个R值 因为它是完全的正的线性相关 它就在一条直线上 并且是正的线性相关 所以这个R值等于1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一个完全的负线性相关 这一个R值等于多少呢 那这一个部分的R值应该等于多少呀 这个时候等于负1 OK 这一个部分应该R值等于负1 那接下来呢 非线性相关 这一个部分的R值应该等于多少呀 这个时候来思考一下 非线性相关这一个R值 好 我没有看到大家的回答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 实际上我们的这一个R是干嘛的 R是衡量它的一个线性相关的 而这里面它是一个非线性相关 非线性相关 我能用R值来衡量吗 我不能呀 并不是等于0 它是以R值是衡量线性相关的 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非线性相关 跟R就没有关系了 它这个R值有可能 R值有可能大于0 比如说在这一段 在这一段里面 它的这一个R值 在这一段里面R值是大于0的 而在这一段里面R值是小于0的 在这一段里面可能R值应该趋近于0 对不对 所以呢你并不能够确定这一个R值 它到底是多少 非线性的关系跟R值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一个正的线性相关 这一个部分的R值 大家能知道是多少吗 实际上大家能够知道一个区间 就是这一个R值的一个区间 你是能够知道的 这个很明显 它的区间是在哪呀 这个R值实际上是在0到1之间 因为它是一个正的线性相关 所以呢它是大于0 这个R值一定是大于0 然后呢小于1的这么一个数值 但具体的数值我们是不能够知道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负线性相关 负线性相关 这一个R值呢 实际上它是在负1到0之间 它是在负1大于负1 然后呢小于0之间 它是大于负1到0之间 就这么一种关系 那么最后一个不相关 这一个不相关 大家觉得它的R值 可以知道吗 对于这一个不相关 这一个部分 对于不相关的这一个部分 这一个R值我们能够知道吗 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提取出来的信息 就是这一个R值 在不相关的时候 它应该非常非常的接近于0 这一个R值非常接近于0 但它不一定等于0 就是不一定完全没有 就是没有数值 它可能非常接近于0 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呢它就称为不相关 而实际上就是根据经验来进行说明的话 它会分为好几种情况 一个就是它的这一个数值 如果在这一个数值当中 这个R值 R值 大于等于0.8的这么一种情况的时候 然后一般而言 就是但是你得结合具体的业务情况来说明 一般而言这一个R值呢 它如果是大于等于0.8的话 我们就说明它是一个高度相关的 而在0.5到0.8之间就称为中度相关 在0.3到0.5之间就称为低相关 小于0.3的话 那说明就是这一个线性相关关系就非常弱 一个是大于等于0.8 那么一个是0.8到0.5到0.8之间 就中度相关 而0.3到0.5之间就是低相关 就是然后小于0.3 就在小于0.3的这一部分呢 就称它为就是非常弱的这么一种关系了 所以小于0.3我们一般就会归结成为不相关 或者说非常非常弱的一个线性相关关系 OK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课堂练习当中 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一个相关系数 就等于0.987对吧 0.98675等这一圈数值 那它说明了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我们在这里一个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的它的这一个值 就是收入跟储蓄的相关系数是0.987对吧 收入与储蓄 相关系数 是0.987 约等于0.987 那么这一个相关系数 它的值是不是非常的接近一呀 相关系数 它的值非常 接近一对吧 非常接近一这个时候就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线性相关 OK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 好这个呢是这一个数值当中所表达出来的信息 那么我们接下来学习了我们的相关关系之后 我们这几课程要学习什么呀 我们要学习线性回归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回归跟它的这一个相关关系有哪些联系 我们来看一下回归分析它是什么 这一个回归分析它实际上是在相关关系的基础 就是这两个变量之上 考察变量之间它们的这一个数量变化的规律 并且通过这一个数量表达式 描写它们描写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文 这一小段文字呢 看起来就非常的 拗口 对吧 那实际上回归分析它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就是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了 我们再来衡量一下这两个变量之间它的一个数量关系 就是通过一个数字的方式衡量一下它它们两之间有哪些数量变化的规律 就是我增加了这么多 那你大致上会增加多少呀 就这么一种关系 就叫回归分析 就是通过这一个数学的表达式来进行衡量的这么一种关系 OK 它是在相关就是在我们这两个变量之间有相关关系的基础之上来进行衡量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们两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 一个是相关关系当中 那它的这一个目的主要是在测度两个关系之间的强度 一个是测度一下我们的这一个两个变量之间它们关系的一个强度 回归分析呢 它主要是衡量两个变量之间它的这一个数量关系 它的这一个数量关系 OK 这个呢 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是衡量它们之间的强度到底有多强 对吧 非常趋近于一 或者说非常趋近于负一 那么它们俩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强 那么既然有这么强的关系之后 我要去看一下 就是我能影响你多少 就是我增加多少 你能增加多少 对吧 就是或者说我增加了 那你能减少多少 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就是通过这一个回归来进行衡量 OK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得看一下 那既然用这一个数量关系 来进行衡量 怎么来进行衡量呢 这个时候就使用到我的这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模型 长什么样的 这个呢 就称为它自己的这一个模型 其实这一个公式大家一点都不陌生 我们先不看后面 大家之前是不是学习了一个 一圆方程呀 这一个Y等于AX加B 有没有记得这一个方程 Y等于AX加B 我们之前是不是学习了这样的一个方程 那它实际上表示的是什么 表示的是在我们的这一个坐标轴区域当中的一条直线 对不对 这一条直线就称它 把它称作为我们的这一个方程 OK 这个呢 是我们以前所学习到的知识 以前所学习到的这么一个内容 那么这节课程当中 我们的一圆线性回归模型实际上跟它非常像 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Epsilon 它就是表示误差项 为什么会存在这一项呢 就是刚才大家有看到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这一些个散点当中 比如说在这一条直线上面 它是围绕在这一条直线上的呀 就是这里有一些个散点都一直围绕在这一条直线上的 它并不完全的在这一条直线上 OK 它就是不完全在这一条直线上 那它差多少呢 我们就用它所差的这一个部分就使用Epsilon来进行表示了 来进行描述了 就这么一回事 那前面呢 这一个部分就是跟我们所学习到的 所了解到的 Y等于A加BX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像的 非常非常像的一部分 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一个Epsilon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误差项 也就是不在这一条直线上面的这一些个距离 比如说这一点 它距离我们的这条直线有多远 对吧 这一点距离直线有多远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呢 它会多出一个Epsilon 这一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Beta0和Beta1 哎 在这里面Beta0和Beta1 这里面有两个参数 那么Beta0加上Beta1X 它反映的就是由于X变化而引起的这一个线性的变化部分 也就是我们刚才画的这一条直线就称为线性 这个呢 就称为它的一个线性变化所引起的部分 那么Epsilon呢 就称为它的这一个误差项 就是它随机波动的 那么那一个部分就称为我们的Epsilon误差项 所以呢 它实际上就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就是由于变量X所引起的 一个呢 就是由于它的误差项所引起的 就是非X的线性部分引起的 就是非X 它的线性部分去进行引起的 所以呢 它就分为这两个部分 好 我们需要注意两个点 一个是我们在做回归分析的时候 首先需要去确定一下哪个变量是因变量 哪个变量是自变量 这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要去做某个东西去进行预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就预测一下你的储蓄额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区分一下 哪一个是你的因变量 哪个是自变量 你的收入就是自变量 它自发的去变动的那一个部分 因变量就是我去影响你的那一个部分 对不对 我要用用某一个东西去衡量你的那一个部分 一般的就称为因变量 就是你要区分一下哪一个当X 哪一个当Y 就这么一回事 好 那接下来它还解释了一下 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一个被解释的变量就称为因变量 而用来解释的那一个变量就称为自变量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任何一个模型呢 它会有一些自己所对应本身所自带的这一个 假定就是假定怎么怎么着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它自己有哪些假定呢 时间第一点就是因变量Y 与自变量X之间具有线性关系 也就是我们这一个R值 这 这一个R值 刚才计算的这一个R值 它不能够就是不能够等于0 OK 它是不能够等于0的 等于0它就没有线性关系了 所以呢 它只要不等于0的时候就可以 就是它不能够等于0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重复抽样中 假设这一个自变量X的取值是固定的 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它固不固定都可以 就是我们在做这一个模型的时候 就默认我们已经去调取了 这一部分的数据了 就是我们刚才去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默认已经收集了 这个呃 客户当中他所已有的数据 或者说你历史当中已经产生的数据了 这个呢是你原来已有的数据 你固不固定 因为固定的话是为了我们去做分析 而进行使用的 实际生活当中 你可以固定也可以不固定 都可以使用我们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OK这个是一个假定 那接下来呢 是对Y的假定了 接下来是对于我们的误差项的假定 误差项的假定有哪些呢 一个就是他的期望等于零 也就是Y等于零 这个期望大家有没有 就是了解这个什么叫期望吗 对于厌实这一个期望值是什么意思的 扣个一 如果不知道期望 那么就扣个二 我来了解一下大家对期望的理解程度 如果厌实期望的话呢就给老师扣个一 如果不厌实的话给老师扣个二 好 扣二呢 那我来介绍一下什么叫期望 期望非常的简单 其实我在上期课程当中也跟大家一直举的是同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大学当中 学习的课程里面我有一个是体育一个是数学对吧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那对于数学的成绩呢 还一般给的学分是三学分 那对于体育的成绩呢 给的学分只有一学分对不对 大家有印象吧 那假如说我考数学的时候我考了98分 我考了98分 那体育我考多少分呢 体育我考了90分 体育我考了90分 这个时候我要去计算一下我的这一个期望值 就是我的成绩的期望值 相当于是我要求加全平均值 他不会直接给我求出来他的两个数值之间的平均值的 他会怎么来进行计算呢 他的计算方式实际上就是等于98乘以3 然后再加上90 乘以1 再比上所有水分进行相加 也就是3加1 好 这一个呢就表示的是什么 这一个值呢就表示我的这一个加全平均成绩 大家能了解吗 这个呢 这么着去进行计算的话 这么着去进行计算的话表示的是我的加全平均成绩 OK 这一点能理解吧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把它用这一个更更为专业的期望来进行计算的时候 他是怎么计算的呢 他这个权重相当于是三分对吧 三学分的权重 那这一个学分是一学分的权重 一共有四个学分相当于是 那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三学分当中他所占的比例是四分之三对不对 所以呢他会乘以他自己所对应的概率也就是98乘以 他所对应的概率是四分之三对吧 四分之三一共有四学分 然后呢高数占了三学分 好另外一个一科成绩就是90乘以他所对应的这一个取值 所对应的学分的权重也就是四分之一 我们下面这一个呢一般称他为我们的加全平均成绩 而上面这一个就称为期望 OK这一个点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我们所对应的取值乘以取值所对应的概率 取值就是98分 然后呢你这一个取到的值之后他所占的比重相当于是 取值所占的比重是四分之三 OK这个是取值乘以取值的这一个比重 然后对应相加就可以了 这个呢就称为我们的期望 OK这一点大家能理解吗 OK这一个部分大家能理解了吗 这个呢就称为我们的这一个期望值 期望值相当于就是我们的他的本质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平均值 是一个加全平均值相当于是他会有一个所对应的权重或者说你所对应的比例 就进行相当那期望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平均值了 期望的本质就是平均值 那么他这一个误差项就是我们加加减减之后 我们希望他所有的加加减减之后等于零 也就是我们刚才那些散点 这些不是散点吗 对吧 这些散点就在这一条直线的上下附近 那么我希望这些散点到我这一条线之间的距离 哎我加加减减之后能够抵消掉了 我加加减减之后能够抵消掉了这一些个正负值 那么就是他的一个期望值为零的意思 OK他的期望为零就是这一个意思 那么接下来还有第二个假设 第二个假设就是对于所有的X值 Y的方差Sigma平方都相同 方差是什么意思呀 这一个方差实际上就是我们 方差大家了解吗 刚才说完了这一个期望之后 我再来讲一讲这一个方差 对于方差大家了解的 就是知道这一个方差的话 给老师扣个1 不知道的话给老师扣个2 有关于方差的这一部分的解释 因为对于所有X值它的方差Y都相同 方差呢实际上它就是衡量我们的一组数据当中的波动情况 一组数据当中的波动情况 然后呢在这里面我要引入一组数据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个方差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引入一组数据来进行说明 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两名射击运动员 这个是1号射击运动员 然后2号射击运动员 对吧 好这里面是它摄入的把数 摄中的这一个把数 OK 然后呢如果你是教练 那么你会选择哪名运动员 哪一名运动员来参加比赛呢 就是一个是1号运动员 一个是2号运动员 那你会选择哪一名运动员去参加比赛呢 你选择1号运动员的话扣个1 选择2号运动员的话给老师扣个2 我来看一下你们到底会觉得谁更胜一筹 选择1号运动员的话给老师扣个1 OK 1还是2呀 你们选择的是1号运动员还是2号运动员呀 都可以选嘛 你只能选择一名来进行参加 你只能选择1号或者选择2号 你只能选一个 不可以都选 今天学习了吗 同学笑是什么意思 你选择谁呀 选择了1号运动员 那呢其他同学有没有别的答案 今天学习了吗 同学选择2号运动员 好 我来看一下实际上应该选择谁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得看一下他们的业务水平呀 也就是他比较稳定说的非常非常好 他比较稳定这个非常优秀的回答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得先了解一下这两名运动员谁的水平更好对不对 谁谁设的把数就是更加的好一些 我们可以去计算 因为这两个两个人设的把数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计算求和他求他的总数就是总把数来看一下他们的业务能力或者说业务水平 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求和 因为他们的把数是一样来进行求和把数不是一样的时候呢你就得求平均值了就是每一把平均每一把他的这一个业务能力是怎么样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名运动员他们的这一个业务情况是怎么样的好来看一下 好把这一个数值放过来 我们会发现他这两名运动员他的这一个水平都是一样的所设计的把数是一模一个样的对吧对吧那接下来既然他俩是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得看一下他们的这一个成绩的波动情况是怎么样的呀那他的波动情况我怎么来进行衡量呢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用到方差了是不是得使用到方差来进行衡量 是不是得用到方差那这个方差他等于多少呢实际上方差的计算 就是使用到我们的公式这一个公式呢应该是s 这个计算的是我们的标准差也就是方差开根号的形式就是把我们的这一组数据呢放进来 他就能够去计算我们的这一个标准差方差的话应该是 OK方差应该实际上是等于我们的这一个标准差的平方我突然间忘记他的这一个计算的公式了这个方差或者说标准差 他就是计算我们的这一个标准差 这计算的是标准差方差和标准差是一回事他都能够去衡量我们的这一个数据的情况我们会发现 二号运动员他的这一个平均水平更加的稳定一些就是他的波动程度会更加的大一些而我们的这一个一号运动员他就更加的稳定一些所以呢我们最后选择的是一号运动员因为他发挥的水平更加稳定一些这个标准差他实际上是有单位的他表示的是我们平均距离就是每一 一把射击当中假如说我们再除以他一共有24把除以24 这一个就是他射击的环数是8.3环对吧他射击的环数呢是8.3环 8.4那么他距离8.4环平均每一把距离他的这一个8.4环就差了0.7环的意思也就是他距离的这一个波动情况就更短一些 相当于我们来画一下 这里面大家都是这一个点是8.4大家都是8.4 然后呢一号运动员他可能就是在这一个小圈圈当中去进行射击 而二号运动员他可能是在这一个圈圈当中去进行射击 我们会选择里面的一个圈圈就是活动范围更小的那一部分来进行 来选择他会更加的优秀一些因为他设计更加的稳定一些 所以呢我们在他们的这一个 他们的这一个值一样的时候呢我们来选择 这一个方差更小的 所以呢方差就是衡量我们的这一组数据当中 他的波动情况的这么一回事 我们希望他们这个所有X的值 所有X所对应的值 那么他的方差 所有X值所对应的方差都是一样 OK 所以呢希望我们的这一个Y方差 我们刚才计算出来一号选手二号选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方差值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就更加希望他的这一个人所对应的方差是一样的 这个是模型的规定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假定就是正态性的假定 就是假设他们是一个 服从 就假设这个Y呢是服从我们的这个正态分布的 OK 并且他们两之间是独立的 就是独立的话就是你不影响我 我也不影响你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既然有了这一些假定之后 他能够得出来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好喝点水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得到哪些信息 一个是我们的线性回归方程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的这一个Y 所对应的期望值呢是等于零的 也就是 最后一项应该是加上我们的 Y OK 他本应该是加上这一项的 但是这一项的数值 他实际上是等于零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去加他了 那么这一个回归的方程 我们对整个 Y值 去进行求希望 对应变量 去进行求期望 的时候呢 就等于这一堆数值 因为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固定了 这一个X 就是我们的抽样调查 已经把这一个X值 已经调查出来了 或者说你想要去做预测的时候 你得给出他一个自变量的值 所以呢 这一个值呢 相当于是我已经给出来的 给定的 OK所以呢 这一步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 这一个数值 所对应的期望 那么这一个 页线性回归 他的图示 实际上是一条直线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这一个Y 等于AX加B 也就是这个 B加AX的意思 B加AX的意思 所以实际上呢 他就是一条直线 这一条直线呢 就称为我们的回归直线 就是这一条直线 就这一条直线 这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的变量X 那这里面呢 放的是我们的期望值 Y的期望值 Y轴呢 就表示我们Y的期望值 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条直线了 好 那么这一个β0呢 相当于是这一点上面的结局 这个呢 就称为β0 这一点称为β0 OK 然后β1呢 就是这一条斜线的斜律 它的一个斜律 那表示的是 每变动一个单位 Y的平均变动 一会儿我们学习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大家就能够感受到 这一个β0和β1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这一个β0和β1 现在是已知的时候 我们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方程 就给定一个X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Y值有多少 但是你现在什么 你现在连这一个β0和β1是不知道的 我们这一个方程当中 你未知的东西太多了 首先就是这两个参数是不知道的 有β0和β1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就应该去进行估计呀 所以呢 就是当我们不知道β0和β1的时候 就需要去估计 估计就用什么去估计呢 你就需要去发文章做调查呀 就是有你已有的样本数据来进行估计呀 就比如说我们去调查那60户的收入跟储蓄额是多少 对吧 我们这就是自己去做的一个调查 用的是我们的样本数据来进行一个调查 然后呢才来预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β 0和β1就是这么一个数值的方式 OK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估计 这个方法呢大家一定要了解他的一个思想 因为他不仅仅只是在我们的这一个线性回归当中用到 他在很多很多很多的场合当中都会用到最小二乘估计法 这一个方法呢在我们的 就是很多模型当中会用到不仅仅是线性 也在之后比如说你要接触到机器学习 那这一个部分呢可能也会用到我们的这个最小二乘法去进行估计 那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实际上就表示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先来看一下这个图所代表的信息 一个是我们的变量X 一个是我们的变量Y 那么他会有一对一对的信息对吧 比如说我们X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一个收入水平 收入是多少 那么Y值呢就表示我们的储蓄额有多少 就我们储蓄的金额有多少 就是这一部分 那么接下来对应的是一个一个一个散点就是一个对应的是他的收入和储蓄额之间的真实值就真实的关系 而这一条线这一整条线呢就称为我的预测的这一条线就是我要去拟合模拟的这一条线 他原本只有散点没有线 原本是只有这一些个一点点一点点的散点没有线 那么我去进行预测的 所以呢我就用 这个预测的这个散点 那这个由于是β0加上βEX 我不好打这一些个字 所以我就用A加BX的方式来进行描述 实际上他就是β0加上βEX的方式 OK那么他的一个思想是什么 就是我们使用最小化图中垂直方向的离差平方合 就是每一点在他的垂直方向 假设这一个点在这里面 我假设的是他距离我这一条直线垂直方向 这一个是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就是竖直垂直下来的这一个方向 那他的离差和最小化的方式来进行估计 也就是相当于这个点他称 那这一段距离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距离应该等于多少呀 这一段距离 实际上因为在这里面它是一个Y轴上面的距离 对不对 一个是我们真实值 比如说这一个点叫X I 然后对应的是YI这一组数据OK 这是他所对应的这一个点 那么那实际上这一个点他就是等于YI 减去什么 减去就是我所对应的这一个预测值的这一个点对不对 减去我这一个点 减去的是我这一个XI这里面是XI 所预测的这一个Y I had 这一个部分的值也就是YI had 这个是我预测的部分因为你在我预测线上面 所以呢这一段距离就用他的平方和来进行表示他的距离 因为我现在是在他的上面对不对 我在下面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负值了 如果我在下面的话他他就是一个负值了 所以呢我一平方他都取正了OK 就我一旦平方之后 那么这一组数据他就会取正的值 那么接下来他的思想是什么 他的思想相当于是比如说这里这个是他的第一对对不对 他的每一对的平方和第1对当中就是Y1 减去X就是 Y1 had 他的这一个估计值所在的那一点 Y1 had 好 他的这一个平方和 然后加上第2对 第2对在这儿 比如说第2对就是正的了 那他的平方和再加上Y2 减去Y2 had 他的一个平方和 就是这一些个点不断的去进行相加 在这里面然后呢在这个是第 对不对 一直加加加加加到我们的第N对 然后呢在这里面就直接加上每一对去进行相加 然后一直加到 我们的最后一对是Yn 对吧 减去Yn had 他的这一个平方和 他的平方和 我令这一串 这一串的平方和之后 因为每一项都是正的 我令这一串平方和之后 取他的最小值 取他的最小值 令这一串的平方和 取最小值 的这一种方式 来预测来估计我的 β0和β1 OK在这一点大家能明白吗 就是我的最小二乘法的思想 就是使得 垂直方向的离差平方和 最小化的方式 来估计我的这一些个参数 来估计我的参数 OK 这个呢就是最小二乘法 他的一个思想 我们使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估计 OK 到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实际上就是 我们使用了一个连加符号 就是每一项去进行相加 就从第1项 然后I从第1项加到我们的N项 然后去进行相加 由于这一个呢 是我自己去做的预测 那他等于什么呢 这一个等于我们的β0 加上β1 就这一个部分 他实际上使用的是这一个部分 相等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去进行预测的 然后呢 我再对这一个部分 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数学的问题 高数的问题了 那这里面大家不需要了解 他是怎么去进行计算的 我简单来说明一下 因为这一部分的推论呢 过程还是非常 非常的麻烦 也能推 因为在一维的时候 能推在多维的时候 你实际上是很难推得出来的 OK 他的思想呢 就是对这一部分的数值 去求一个偏导 求偏导 偏导完之后 另一接偏导 等于0 这种方式来反解出来 我们的β1和β0 OK 所以呢 这个求导的过程 非常的麻烦 还有就各项去进行求导的时候 非常的麻烦 那实际上呢 他就是使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反解出来我们的β0和β1 我们不需要去知道他是怎么求导的 我们要了解一下他的思想是什么 他就是最小化 这一个垂直方向的离差平方和的方式 来去 估计一下这一个参数 具体的参数 等于多少 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最小二乘估计 他的这一个方法 OK 到这一点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 到这一点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 好 那个没有看到大家是在说话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在互动区 回复出来就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当中 如何去使用我们的这一个β0和β1 如何去进行计算的 好 这上面呢是我们的收入和储蓄额这一组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我把刚才的 反解出来的这一个β0和β1的这一个 公式给大家复制粘贴过来 很臭 这一个部分打字比较慢没关系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一个β0和β1 他的这一个数值 我们来计算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他的这一个系数OK 我们来计算一下首先是β0 和β1 我们来先计算一下β1 我们用b1来表示吧 就不好打这一个字 我们用b1来表示他的这一个β1 那他实际上等于什么呢 我们来进行计算一下 等于好直接分子上面是相乘的 n呢就是60个对吧 乘以sigma xi乘以yi 也就是x乘y的和 然后呢减去 x的和乘以 y的和 好 然后比上 我们的这一个分母的部分 我用括号括起来 分母的部分一个是60乘以 x方 的和 然后减去 x和的方 x和的平方 OK 回撤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b1 所对应的值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b0 所对应的值 OK b0 所对应的值 β0 我就用b0来表示 那么接下来呢 他就等于 y的平均值 我们刚才对y去进行求和 对不对 然后呢 除以 一共是60个样本 除以60 这个呢就是y的平均值 减去β1 就是我们刚才计算出来的 这一个值乘以 x的均值 x的和除以60 就是表示他的均值 OK 这个呢就是 β0 相当于我们的这一个公式就是什么呀 他就是y等于 -7.34 加上0.97乘以xi 对不对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 一元线性回归的方程 那么实际上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进行计算 他非常的麻烦 我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 对于我们的A效当中 他实际上会自带模型 也会自带回归模型 那我们来插入一下 这一个模型 来看一下 他具体的这么一种情况 OK 好在这里面 我们 如果还没有加载 这一个数据分析工具的话 我现在在这里面 带大家来加载一下 这一个数据分析的工具 那他在哪呢 实际上在我们的 这一个门键 文件当中 然后呢 点击闪向 这里面有个闪向 点击一下 然后 来到闪向 这里面的一个加载向 点击转到 点击转到 这个时候呢 勾选一下 分析工具库就可以了 勾选一下 这一个 分析工具库 然后再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好因为我已经加载了 所以呢我就不用点击 就这样一种方式 你把这一个数据分析 他的这一个工具库 你加载进来就可以 好接下来呢 我来点击一下数据分析 然后呢选中回归 这里面有一个回归 OK 然后呢选择确定 好把Y值的区域给放进来 这个时候怎么会多了一张 多了一张 这一个 好我们把这里面 回归 然后呢 Y轴的区域 你选中一下 Y值所对应的 这一个区域 好 另外一个呢 Y值的区域 我们将标题也选上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选中 X轴的区域 在这里面 然后呢 因为我们已经将标题选上了 你要勾选上这一个标志的值 同时呢 这个输出区域 我选中一个区域来进行输出 我选中这一个区域来进行输出 OK 好 这个时候呢 别的就不用点了 只需要点击的是我们的这一个 一个是标志 因为我选中了第一个就是收入和储蓄 这些标题我已经选中了 所以呢你勾选上标志 然后呢输出区域 我选择其中一个区域点击确定 还输入了这一些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 这里 这个信息是我们刚才计算的 Beta0和Beta1 这一个部分表示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回归方程的系数 这个 coefficiency 它表示的是回归方程的系数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表示回归方程的系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eta0和Beta1 跟我们刚才计算的 那个Beta0和Beta1 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在这里面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回归的分析结果来看到的话 是我们的一元线性回归的估计方程为 这个方程呢 我们直接写上 这一个是结句项 也就是我们的Beta0 一个是变量X对吧 好在这里面呢 它就是Y等于 等于 这个是负的7.34 7.345 约等于7.345 然后呢 加上0.976 X 就约等于0.976X 那这个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 这一个方程 那么是表示的是 表明 在现有的 现有的这一个收入的基础上 在现有的 那么收入每增加1万元 这个储蓄额 这个储蓄额就平均可以增加0.976万元 就这一个意思 他的这一个回归所表达的含义 就是收入 每增加 1万元 这一个储蓄额 平均增加 平均增加多少呢 0.976万元 就这么一回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系数呀 这个系数是什么 是0. 负的7.345 对不对 这个系数它代表的是结句像 我们在回归分析当中 这个对结句像呢 通常不做实际意义上的解释 我在这里面跟大家标注一下 这标注就是我们 在回归分析当中呢 对结句像通常都不做实际意义上的解释 OK 就是这一个部分 给大家写在这里面 这个就是在回归分析当中 对结句像通常不做实际意义上的解释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一个回归方程就有了 既然有了这一个回归方程之后 我们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呢 这个是我们的回归系数 对吧 一个是结句像一个是我们的变量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得衡量一下 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这一个方程 好还是不好呀 我们建立起来的模型能不能做预测呀 对吧 我们能不能说明实际的这一个情况呢 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收入每增加一万元的时候 他的储蓄额平均会增加这么多吗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得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呀 所以这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一个 对回归方程的这一个判断 也就是拟合优度的情况 就是他拟合的 好不好呀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进行了解了 对不对 那这个拟合优度主要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是使用他的判定系数来进行描述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使用我们的估计标准误差 这两个方向来进行衡量一下 他是否他做的好 还是不好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 这一个在了解我们的判定系数和 估计标准误差之前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我们的 这一个y变量的影响因素有什么 就是我们的应变量y 他的一个影响因素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 一个是由于 自变量x的取值不同造成的 自变量x取值不同造成的 另外一个就是x以外的因素 比如说x对外的非线性部分呀 还有他的测量误差等等 这一部分去进行影响的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个方程当中 一个是x对他的影响 另外一个是他的非x部分 对他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非x 对他的这一个部分的影响 OK 他就分为这两个部分影响因素 就分为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x 自变量x 一个是 非 自变量x 去进行影响的 这一个部分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一个具体的值 具体的观察值 那他变差的大小是不是就可以通过他的实际观测值跟他的平征值之间来进行表示呀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个变动情况 就是比如说我们一组数据当中 诶一组数据当中 这里面比如说他一共是 我设的把数 这里面是10把对吧 然后呢一般人设计的把数就在8点4环 就我们刚才举的那一个例子 那么其他数据 这一个呢是他的这一个平征值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实际观测值跟他的均值之间的情况 也就是他距离这一个点 哎有多远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一号运动员他在这个范围当中去进行活动 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是在更大的范围当中去进行射击的 OK 就这么一回事 好就是衡量一下他跟均值之间的这一个距离 这个呢是具体的观测值之间 他的变差大小 衡量的情况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对我们刚才的这一些个 去进行拆分拆分成什么 拆分成我们一个是x造成的 一个是非x造成的OK 一个是非x造成的 就这两个部分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拆解 来到我们的这一个表格当中 好我们怎么去进行拆解呢 这个时候呢就得引入我们的这一个平征值 y的平征值了 那假设在这里面 假设这是一个点真实的点 而这一条线呢是我的 预测线 这个y呢是他的平均值 y平均值肯定就是 自己他的这一个值是固定下来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刚才的那个把数设计的环数 对吧 环数是8.4 环那他就 就一条直线就等于 y等于8.4 就这么一个环数 OK 这个相当于是他的一个均值 好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是他的一个平均值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做的是什么 我要去我刚才衡量的是用最小二乘法估计 衡量的是这一 这一段 对吧 这一段是我刚才使用 我们的最小 二乘法去进行衡量的 那么接下来呢 他衡量一个具体的值的时候 具体的 总变差呢实际上是得根据他自己去进行衡量 就是跟他的平均值 来进行具体的衡量的 所以呢 这一个 到我们的 X轴之间 又到这一个 Y的平均值之间 成为我们的总的变动情况 他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是 到我们的预测值 这一个部分 一个是预测值 到他的这一个平均值 之间的这一个部分 OK 所以呢他就会拆解成两个部分 实际上我们来看图的时候 拆解是这么拆解的 那我要是用数 就是用这一个数学的表达式来分 那实际上就非常的好理解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他的总变差是怎么着 我再这写一下 实际上他总变差 就是Y 减去 Y的平均值 这个是总的变差 对吧 那他怎么去进行拆分呀 实际上就是加一个减一个的关系 也就是Y 减去 Yhead 对不对 减去Yhead 那我减去一个Yhead 我是不是得加上一个Yhead呀 加上一个Yhead 对不对 就是我减一个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Yhead 减因为我原来的平均值 OK 在这一个部分 我是不是只是做了一个 加一个减一个的关系 我是不是只是做了一个 加一个Yhead 减一个的Yhead的关系 然后 我再把它量 这一拼 是不是就有意思了 就不是不是他的这一个 猜分的情况呀 将这两放在一块 这两放在一块 也要将他们 拼起来 就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呢 他就猜成为 这两个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部分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 他自己的这一个 影响因素 这是每取一个值 然后呢 他自己所变量 所对应的 影响的 因素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的残差 影响因素 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他的这一个 拆解之后的成果 好 这个是刚才所做的一个 拆解对吧 然后呢 他两端平方和之后 实际上还是相等的 我们不需要去推 我们要了解一下 他的具体情况 我们称左边 这一个就是所有点 这个是他的 差的平方和 然后呢 对他进行相加 也就是所有点的平方和 进行相加 这个呢 就代表总的变差 总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他拆解成为 我们使用回归平方和 SSR的这一个部分 和另外一个 残差平方和 使用的是SSE的 这一个部分 就拆成为这两个部分 那相当于是 这个 是X的影响因素 OK 这个是X的影响因素 另外一个是什么 是非X的影响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非X OK 另外一个就是非X 一个是X的影响因素 一个是非X的影响因素 OK 他的拆解成为这两个部分 前面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代表我们的 总变差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使用我们的 这一个 公式来进行显示 总的变差呢 就称为SST 在这里面 总变差呢 就称为SST 而回归平方和呢 我们使用的是SSR 残差平方和呢 使用的是SSE OK 使用是他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看到 就是我们来解释一下 总变差 和回归平方和 残差平方和 它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它分别 能够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首先 首先是总平方和 它反映的是N个 因变量之间 与观测值之间的 这一个均值的 总离差 就这个是总的离差 我们只是要一个总字 就可以了 那回归平方和 它反映的就是 由于 X的影响因素部分 这里面解释的更加的准确 就是 由于 X 与Y之间的 线性关系 引起的Y值的变化 也就是我经常直接 描述的这一个X的影响因素部分 称为可解释的平方和 可解释的平方和 另外一个呢 就是残差平方和 也就是 除了X 以外的其他因素对Y值的影响 成为不可解释的平方和 或者说剩余平方和 有我们经常说的非X部分 OK 它就是非X部分 所以它就参解成为这两个部分 一定要了解 因为我们下节课程当中 就会用到这一个部分的知识 我们下节课程讲的是多元 好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拆解好了 那接下来我要 第1个就是我们的判定系数 既然我 已经知道一个是X 一个是非X 对不对 总变差它就那么多 总变差它就一定是 确定在这里面的 总的这么一个变差情况 他就是这么多了 那一个是我 希望我们能找到的 这一个变量X 是不是更好呀 就是你可预测可解释的 我是不是希望它更大 而非X的这一个部分 我是不是希望它更小 非X的这一个部分 我是不是希望它更小 对于我而言 这一个模型的拟合是不是就更好了 我们来思考一下 既然我走了 这个X也叫自编量 我是不是 为啥声音怪怪的 是能够听 是听到那些杂音吗 是听得不太清晰吗 在这里边 我来看一下 是杂音特别重吗 现在听到的声音里面 杂音特别重吗 来调整一下 这一个 设置 哎 现在 喂喂喂 现在能听到这个声音是正常吗 OK 还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讲解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及时的去反应 因为我这边听到的那个那个回声 听到的那个耳反声音是挺正常的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及时的去进行反馈 我们来这边调整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我们的课程 接下来呢 我们既然将这一个总的 平方和去进行一个拆解了 总的平方和来进行拆解 拆解之后呢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解释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找那个自编量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希望它越大越好 而我们的对于这一个残叉部分的 我希望它是越小越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引诱一个变量 也叫判定系数 这个R方 判定系数呢 他在很多很多很多场景当中都会用到 就他以后呢 你不用念他是判定系数 你直接念R方 就知道了 一般呢 对于比如说我们经常做数据分析的 那一般说R方 我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 所以呢 一般不说判定系数 我们直接说R方就可以了 OK 一般我们直接来说明他是R方就可以 那R方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SSR 比上SST SSR刚才说的是一个回归平方 也就是我们X的影响因素部分 比上总的这一个部分 OK 比上的是总的这一个部分 虽然就是X的这一个影响因素部分 比上总的这一个部分 就称为我们的R方 R方呢 他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一个回归直线 他的拟合程度 那他的曲值呢 是在0到1之间 最后一句话写的非常多 那他实际上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这个R方 越大 这个R方越大越好的意思 R方越大越好 怎么好呢 他就 这底下就用来描述 他是如何如何好的 就这一种方式来描述 OK我来跟大家读一遍 就是R方越接近1 因为他是在0到1之间 就表明回归平方和 在总平方和的比例越大 那么回归直线与 各观测点就越接近 用X的变化来描述Y的 变差部分就越多 回归直线的拟合程度就越好 这个这几句话呢 都是来描述我们的这一个R方 R值越大越好的意思 就他的这一个官方语言 如何表示越大越好 就是刚才的这一些话 那当然反之他R值越小的 R方这一个值越小 那就越不好了 OK就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接下呢 既然我有了这一个判定西数 我来拟合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回归方程 他是好还是不好 对不对 在这里面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回到我们的 这个一下子当中来 好回到这里面 什么是R方呢 R方就在这 这里面有multiple R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个R方 刚才所描述的这一个 哎 这里面R 就是我们的R方 刚点错了 这一个数值呢 就是我们的R方 也称为我们的判定系数 我们来 写一下判定系数R方 直接称为R方就可以了 OK 判定系数R方 这个R方呢实际上等于0.9736 那接下来呢 他是怎么来精心计算的 我们注意一下 在这底下会有一个对应的值 对应的值 首先在这里面 DF呢 DF呢 表示的是他的这一个自由度 DF表示的自由度 在这里面有一个双S 就表示我的这一个平方和 双S就表示我的这一个平方和 我标粗一下 就表示我自己写的文字 OK 在这里面呢 这个平方和表示的是什么 比如说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 这一个数值对不对 SS 而对应的是有一个回归 在这两个所对应的值这里边 OK 对应一下这一个数值呢 就表示SSR 就表示我们的回归平方和 OK 这个呢 表示回归平方和 而残差呢 在这里面 所对应的平方和 就称为残差平方和 这个呢 就称为残差平方和 而最后一个总计 所对应的平方和呢 就称为 总平方和 SST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要注意一下 在这一个值 这底下最底下是SST 上来呢 就是SSE 这一些的值 然后呢 最上面这一个呢 就是SSR R就表示我们的回归 因为R的这一个英文字母叫 Regression 所以呢 这叫 SSR SSTT就表示特头嘛 就总数 所以呢 就用SST来描述 那么接下来呢 他本身就应该是等于 这一个值比上残差值 就是R 判定系数R方 他实际上就等于 我们的这个回归平方和 比上 这一个SST OK 他应该是等于这一个数值 你看这两个数值 实际上是一样的 就是判定系数R方 好 他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进行计算 那么我们来描述一下 这一个R方值等于 0.974 约等于0.974 对不对 我们来描述一下 他所表示的 这一个含义 好 我们的第二点 我们的第二点 他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线性回归当中 他的判定系数 实际上是0.9737 对吧 0.9736 37 0.9737 那么他所表达的 这一个含义 就是说明在储蓄值 的总变差当中 有97.37% 是可以由收入之间的 线性关系来进行解释的 好 我来说明一下这句话 这个呢 是医院线性回归的判定系数 判定系数 是多少呢 0.9737 也就是我们把它这一个数值 附上 97.37% 那么他说明的是 说明的是 在储蓄取值的总变差当中 在储蓄取值的总变差当中 有97.37% 有97.37% 可以由收入 可以由收入之间的 线性关系来解释 可以 OK 这个部分是可以由他来进行解释的 那么可以说明这一个回归方程 他非常的接近于1对不对 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97.37% 去进行解释了 那肯定是非常接近于1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可以说明我们的回归方程的 拟合程度很高 所以呢 那可见 拟合程度 非常高 好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接下来呢 除了这一个判定系数 可以来说明一下这一个问题以外 这个是我们的判定系数 OK 除了他以外 还有哪些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PPT当中来 除了他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估计的标准误差 我们来到这 估计的标准误差 因为刚才那个SST SSE 大家还记得这一个公式吗 我来写一下在这 写一下 他本应该是SST 就表示总的 对吧 等于回归的这一个部分 回归就SSR 因为R就代表我们的Regression 等于SSR 再加上SSE E就代表残差 SSE OK 这一个公式 我们希望他的这一个SSR越大越好 那另外一个方向 我希望我的SSE越小越好 对不对 那这个大我刚才已经描述了 对吧 这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一个大 这一个方向 我已经用判定系数来描述了 那另外一个 他越来越小的这一个部分 我怎么来描述呢 这个时候呢 我就使用我的估计标准误差 来进行描述了 OK 他是怎么来进行描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 这个时候呢 他使用的是我们的SSE 比上N-2 在一元当中 他使用的是N-2 实际上这个N-2代表的是自由度 我刚才跟大家写了这一个自由度 但是还没有解释 什么叫自由度 我一会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一个是SSE就是我们的这个残差平方核 然后呢 再开上一个根号 那用它来进行衡量 用它来进行衡量一下我们的估计标准误差 这个估计标准误差 它的意义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作是排除了X对Y的线性影响之后 Y随机波动大小的一个估计量 就是Y它自己排除了X影响之后 也就是非X的那一个部分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反映的是我们的这一个预测 因变量Y时的预测误差大小 那最后一句话 它表达的是这一个SE 那它的值越小越好的意思 越小越好 OK 刚才那个值是越大越好 现在这一个值是越小越好 它怎么来描述越小越好呢 这个SE越小 也就是各观测点就越靠近直线 各观测点越靠近直线 估计标准误差SE就越小 那么就说明回归直线 对各观测点的代表性就越好 就越精准 就这意思 就这 接下来的这一些话呢 就是描述它越小越好的 这一些个语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SE 它具体是多少呢 首先在说明SE之前 我们得解释一下这个自由度对不对 在这里面我跟大家写了这一个自由度 实际上大家不太了解什么叫自由度 那我在这呢 插入一个我们的文本框来说明一下 什么是我们的这个自由度 自由度 好我们来进行一下说明 那自由度它表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它是指样本当中呢 可以自由变动的 独立的 不相关的变量之间的个数 这句话呢 我给大家放在这 首先自由度 它表示的是我们 可以自由变动的 独立不相关的变量的个数 OK就是它是非常自由变动的 不相关的个数 那当有约束的时候呢 这一个自由度是减少的 就是当有约束条件的时候 那么这一个自由度是下降的 那接下来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自由度 就是它是等于我们的样本个数 减去受约束条件的个数 就表示我们的这一个自由度 它的具体公式 因为自由度呢 它实际上是DF 就表示我们的自由度 它要等于 它的这一个样本的个数 我们用N来表示 样本的个数减去 减去什么呢 样本受约束条件的个数 我们用K来表示 那我们把文字给附上来 它表示的是 样本的个数减去 样本当中受约束条件的个数 OK 自由度等于我们的样本个数 减去样本受约束条件的个数 这个呢 就代表的是自由度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一元线性回归当中 它的一个残差平方和的自由度 残差平方和 它的这一个自由度 等于多少呢 它实际上就是等于 在这里面等于我们的58 这个58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N减去2 为什么是N减2呢 N就代表我们的样本个数是60嘛 N就代表60 为什么要减去2呢 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2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在计算这一个残差的时候 用到了回归的方程 那么回归的方程当中 我们已经使用了β0和β1 这两个参数了 就是因为计算残差的时候 用到了我们的这一个回归的方程 OK 回归方程当中 它有两个参数 β0和β1是一个约束的条件 β0和β1是它的这一个约束的条件 所以呢我们在计算残差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计算残差的时候 会用到了两个参数 一个是β0和β1 所以呢它就是N减去2 这么一种方式 那实际上这个N呢 它就是60个对吧 减去2等于58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去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回归平方 和它的这一个自由度 SSR 它的这一个自由度 我先复制一个 那它表示的是SSR 回归平方和它的自由度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自变量 这个回归平方和当中 它的自由的个数只有一个 因为只有一个自变量 也就是回归平方和它的这一个自由度 就是我们的自变量的个数 OK 自变量的个数就代表回归平方和的自由度 那么剩下来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总平方和的自由度了 总平方和的自由度应该等于什么呀 就等于它们两相加就可以了 因为本身SSR 就等于这上面这上面两个相加 一个是58对吧 然后呢再加上1 OK 就相当于等于是59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总平方和的自由度 在这里面也写了总平方和的自由度是59 OK 这个呢就代表的是自由度 它是怎么去精心计算的 以及它计算公式 它所表达的含义 好 那么接下来计算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具体来说明的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一元线性回归当中 一元当中 我们来描述一下 因为是在一元线性回归当中 我们才有的这一些个数值 OK 好 这个呢就代表的是我们的自由度 那么我们刚才要说的是我们的预估计标准误差 它就等于我们的这一个平方和 残差的平方和 在这里面 实际上这一个标准误差 就是我们要计算的这一个估计标准误差 那它本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根号下 根号下残差平方和比上 它的这一个自由度 比上它的自由度回归 就应该等于这一个值 这个呢就代表的是估计标准误差 好 我们来解释一下估计标准误差 所代表的这一个含义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来进行说明一下 它的值等于多少 1.118 好 来说明一下这个是估计标准误差 它的值是1.118 那么就表明根据收入去进行预测 我们的这一个储蓄标的时候 平均的预测误差为1.118 这一个平均的预测误差为1.118 1.118 也就是比如说我这根据这一个公式 我只要给出一个变量 比如说我现在给出的是10万 那么我去进行预测一下 这个也有多少储蓄额的时候 那它的误差范围可能在1.118 比如说我预测 它有10万对吧 我预测它的储蓄额可能有8万 那么这个8万当中有多准呢 可能是在上下浮动1.118万元左右 就是可能是7到9之间 对吧 那它的平均预测误差 就是1.118万元 就这一个幅度 就上下减去一个1.118 就是它的这一个预测情况 好 那么说到这儿啊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说明一个问题 在这里面 我们先把这一些个参数来进行说明一下 刚才在这里面 我们已经解释了 一个是判定系数r方对吧 那第一个multiple r 代表的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我们一开始计算的那一个r 也叫相关系数 这个呢就是相关系数 这个是相关系数 我一开始跟大家解释的那一个r 那个小写的r 就代表相关系数 那接下来呢 这一个 我们在下节课程当中才会遇到的这么一种情况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的观测值等于60 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是代表我们观察的这一个观察值的个数 观察值的个数 ok 观察值的个数 好 那在这里面 我先把这两个数值呢 删一下 好 这个呢就表示我们估计的标准误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个方差分析里面都有哪些 刚才说了这一个平方和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呢就叫代表的是均方和 这个均方和 哎 这个均方 平均的均 这个均方和 它等于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等于平方和比上自由度 等于平方和比上自由度 也就是这一个数值 哎 画一下 也就是这一个数值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一个值 比上一 也就是这两个数值本身就应该相等 而在这里面 这一个数值 就等于 它 哎 穿不好 等于这一个值 比上58 等于这一个值 比上58 也就是均方和 它等于平方和比上自由度 等于 平方和 对应的这一个平方和啊 比上它的自由度 平方和比上自由度 好 那接下来比上了自由度 它只有这一个回归的均方和和残差平方和 那么接下来就使用它的这两个均方和来做一个差值 来使用它去做一个差值 就得到了一个统计量 就称为F统计量 所以呢 就称为F统计量 这个F统计量怎么计算呢 实际上相当于就是使用的是这一个去进行比较 使用上面的值 比上下面的值 在这里面比上下面的这一个值 OK 它就等于这一个所对应的值了 就等于这一个所对应的值 那它为什么要比较呢 我们思考一下 为什么要除以自由度之后再比较呢 因为我要撇除它的这一个自变量的个数太多了 去进行比较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只希望它这一个 X的变动部分 也就是它 SSR 就是它的这一个变动部分越大越好 就是希望这上面越大越好 希望这下面越大越好 所以构造了这样一个F统计量 但是F统计量具体的数值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管 我们需要管的是什么 就是F统计量 所对应的这一个显著性水平 这个叫检验 F统计量也称为检验统计量F 这个就是F统计量 我是要去做检验的 那这后面这个叫F检验水平 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这个呢 称为我的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只要小于0.05 就说明我所建立的这一个方程 它是一个线性关系 是显著的 就是它确实具有线性关系 确实有这么一条直线 这么一种关系 它不是非线性的意思 就在这里面它确实有这样的一条直线的关系 OK 它确实有这样的一条直线的关系 就是我们使用的是F检验 这一个统计量 我们要看最后的这一个数值 最后最后的这一个数值 也就在这里面 我还标注一下 我们要看这一个数值 它只要小于0.05 就说明我们能够通过检验 OK 我只看这一个部分 以后我都只看这一个数值 是否小于等于0.05 如果它小于 那么就说明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方程 它确实有线性关系 OK 所以呢 我们做显著性检验 就是这么去进行检验的 他们 好 我们来写一下这一个过程 我们写一下刚才所写的这一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三点 第三点当中呢 我们要说明一下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OK 这一个值 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的值 它是小于等于0.05的 好 这个值大家会看吗 实际上这个值它写的是1.6乘以什么 E的负47 这一个值大家会看吗 对于我们的这个显著性水平的值 它实际上等于什么 我来写一下它等于1.6 1.6乘以10的负47次方 1.6乘以10的负47次方 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0.00016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零 所以呢 它是一个值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值 这么一部分 OK 它的值呢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所以呢 就说明它的值小于0.05 那么说明所建立起来的这一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它是通过我们的F检验的 所以呢 说明所建立的这一个一元回归线性方程 是通过我们的F检验的 并且它这一个收入跟储蓄额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 就是他们确实有那么一这一条线当中的这一个关系就叫线性关系 OK 所以呢 就说明收入与储蓄额之间确实会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就是这一部分 它的这一个关系 我们就明确了 好 那这一个是显著性检验当中的第一个 也就是我们写在PPT当中 这一个部分 它会有线性关系的检验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个F检验 OK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回归系数的检验 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一条线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我是不是得对 这是对一条线关系去进行检验 接下来我要对这一个系数去进行检验 也就是β1去进行检验 因为β0它没有实际的意义 只有β1是有实际意义的 所以呢 接下来我要对β1去进行检验 那对它去进行检验就使用到T统计量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T统计量 在哪呢 在这儿了 这个呢 就代表是我们的T统计量 这个代表的是我们的T统计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所表示的是什么含义 这个T统计量呢 它就代表的是我们去对 我们的这一个系数 这一个系数来进行检验 OK 那这个值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去关注它 我们需要关注它所对应的这一个P值 也就是这一个值 它也是这个叫P值 这个P值呢 只要它小于我们的这一个0.05就可以了 它的值呢 评判标准也是0.05 它的评判标准也是0.05 为什么是0.05 这是规定的 就是我们相当于这一个显著性水平有95%的意思 这个是人为规定的 并不是推算出来的 就是人为规定它小于0.05 就说明它是通过这一个检验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它的P值呢 也是1.6 乘以跟这一个值实际上是相等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它说明的是我们的医院线性回归系数 通过T检验 那说明这一个收入是影响储蓄的一个显著性因素 OK 我们来把这一个完整的去进行描述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的T统计量 它所对应的P值是小于0.05的 说明医院线性回归系数 它是通过了这一个T检验 那它通过T检验 也就是它是一个显著性的变量 说明了它是一个显著性的变量 这个时候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一个变量 去衡量我的储蓄额的时候 也就是收入去衡量我的储蓄额的时候 它是一个好的方式 它是一个很好的拟合 自变量的拟合方式 所以呢 就在这里面我们就说明一下 这个收入是影响储蓄的一个显著性的因素 好 到这儿我们才算是比较完整的去描述 我们的医院线性回归 它的这一个模型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 在系统 在我们的这一个表格里面 实际上也会有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储蓄额 它的散点图当中 好 我把它挪到下面来 我把它挪到这儿来 好 我们把刚才的这一个部分挪到这儿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一个图表 它所表达的含义 实际上呢也可以去拟合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线性 含它的这一个公式 它的这一个趋势线 好 我们来添加一条这样一条趋势线 来描述一下 好 并且我让它显示一下这一个公式和R方所对应的值 跟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这一个值实际上是一样的 OK 然后呢 它跟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这一个值实际上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用我们的这一个 ACL来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方程 OK 然后呢 大家自己回去之后呢 你们也自己做一遍 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一些个操作 看看自己能建立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方程 由于一元的时候呢 我们能画这样的一张图表 就是明天我们再学习 就是一元的预测和我们多元的时候 它是没有办法再去画这样的一张图表的 所以呢 我们这节课程当中能看到 我们拟合的线在哪里 就是在这一些个散点当中之间 对吧 我们现在一元的时候能够看到 多元的时候 它的变量增多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画这样的一张图表的 OK 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的一元线性回归的模型 就说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这节课程当中 所要学习了哪些名词 大家回去之后 自己一定要去过一遍 自己一定要做一遍 否则的话 它就非常的马东眉 就是你听完了 就是也容易忘记 它就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大家一定回去之后 要自己学习一遍 OK 好 自己做一遍 我们刚才的一元线性回归的 这一个模型 看出来它所对应的这一个线性 首先呢 我们来学习了 我们变量之间的关系 它关系有哪些呢 一个是函数关系 函数关系是一一对应的 这么一种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相关关系跟回归分析的区别 因为相关关系衡量的是 它们两个之间的强度 而回归分析衡量的是 这两个之间的数量关系 一个是强度 它们的有多强的相关性 另一个呢 是回归分析衡量 这两个变量之间 它的这一个数量关系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一元线性回归当中 它的模型是怎么样的 它有哪些假定 这个假定实际上不是很重要 那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一个模型 对于我们而言 更多的是这一个模型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的最小二乘估计 最小二乘估计法呢 它的出场率非常非常高 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 它的这一个思想是怎么样的 不需要你去推 但需要你去理解 它到底是什么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的拟合优度 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方程 拟合的好不好呀 使用的是我们的 探定系数R方 和我们的估计标准误差SE 来进行衡量 对吧 第六个呢 就是它的显著性检验 有两个检验 一个是F检验 一个是T检验 OK 一个是F检验 一个是T检验 来进行 对我们的模型来进行检验 好 这节课程呢 如果没有听得非常明白的话 我们下节课程 还会跟大家一起来讲解 但是下节课程呢 是在一元的基础之上 去讲解多元 所以呢 这节课程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进行消化 好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听直播的同时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下课了 OK 好 那我们明天晚上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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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